哎那个各位朋友们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真的为你们带来的变迹金刚魔玩 每周看每周为你们带来变迹金刚就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这一周的新闻资讯是真的少啊 过完年了以后好像大家都非常的疲惫啊 也估计是上周的新闻资讯过多把这些都消耗光了吧 先来看一下官方本周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已产现的G1赛星形态的千金顶 现在关头位也出来了 我这翅膀是应该没变到位吧 我记得怎么在展会这边看到好像后边没这么大一拖呢 而不管怎么样吧 32波的变形看似不少啊 但是也能想象得到应该是有不少累赘的变形了 反正毕竟是一个凑角色相的产品吧 毕竟第一天里边现在一些赛星的形态玩具也都跟着出来 千金顶这个至少还能和大红峰进行一些互动 三变战士的新沙暴之前在上周的时候 我也看很多朋友们在吐槽这个东西啊 倒是这回配件亮带的是不错的 竟然还有那个小笼子 但变形结构方面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在G1的老玩具 也就是在G1的老结构之上进行了一些优化吧 但背后背着的这一大坨的东西啊 是真的碍眼 网上查了一下 果然是一个新进的设计师 其实刚入住Takala这家公司 没多长时间啊 作品也不多 反正新设计师啊 还是得历练吧 不过现在我这话说回来啊 官方的这些设计师真的一查不如一查 老一辈那些精彩的设计师们可能也都慢慢的老去了 官方也是想培养新人 但是新人慢慢历练吧 后边在SS线要出的FOC重制版的横炮 也是看到了一系列新的图片 那整体来说呢 自然是要比老板那玩具确实要强了不少啊 老板那个就是一个车包人的设计 这一回身上好像有了那么一丢丢改动的地方 但是这个脚踝和这脚底的两个片做成的脚丫子 看起来还不如老玩具呢 反正看收入出来以后的实际素质究竟如何吧 后边的这个BW的粉丝 你总不能糊弄了吧 大飞狗闪电或者叫银剑 整体来说的一个还原度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翅膀里边稍微的有一点点头胶 其他地方倒是也都能说得过去 变形方面 两个形态的还原度也都很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了 但整体的结构上吧 我估计跟虎鹰是差不多的 也是仿照着老玩具来做了一些美化和可动的修正 反正老板的玩具设计已经相当精彩了 这一回不管怎么说 也能想着把这些BW的老玩家弥补一下 自然是极好的了 反正它也不涉及到三遍或者四遍了 大飞狗就是两遍的形态 这个应该做不差 我挺看好这个的 期待一下吧 反正我要把话撂着 就我个人的观感来看 这个不至于做的特别差 这要是连大飞狗都做崩了 官方也就没什么必要了 后续的官方授权作品 这边的大力神的 这个算什么小名牌吧 单体和合体的形态都有啊 盒子包装也是仿照老机翼玩具的 挺有样的 三菱的MDRX 红蜘蛛模具出来了 惊天雷的重图 现在官图也展示了出来 总感觉惊天雷的重图 会比红蜘蛛来的好看一些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体通头的蓝色的质感 会更加强烈吧 反正30MDRX作为一个半原创的造型系列 其实画风我觉得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都挺不错的 这整个的一条线相当的可以挺对胃口 但是据说关节不咋地啊 而且做工品控方面 已经不像那大比例DLX的素质那么的高了 第三方这边 Bingo Twice也是放出来了预告图 同仁的娘画版本的女王 这回真是女王大人啊 放出来这两张也预示着 这家是不是要把女王实体画出来呢 性转的女王还是比较期待的啊 反正这家之前出的那几款作品吧 在业内应该口碑还算可以啊 虽然说变形结构比较简单 但是娘画以后的体型方面 做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期待一下这一回的女王大人 舅舅们展现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吧 FH这边也是放出来一张预告图 世母版本的A版红蜘蛛 先行给你看了一下 鸡头的这一块天鹅镜的步伐 曲线过度的我觉得还是挺美妙的 整个的透明驾驶舱通透感也很好了 但之前蟹壳工作室那小比例 做的足够精彩 看看这回FH在大比例上面 能有怎样的刻画吧 52Toys原创玩具这一边 其实说起来在国模领域 玩Toys一直是铺的比较开的 而且大家都比较认可 把性价比方面做的也都可以 这回在春节期间的展会 也看到了无数的新品预告 相当精彩 好多的合体玩意儿 而且我挺看好后盖的这一套 像什么匣子大合体的意思 但整体合完的造型以后 又有一种很复古后的 80年代的审美即时感 小汽车变成的猫咪也是相当的可爱 最关键的流浪地球这一边的 授权周边产品也会继续推出 这个才是很多玩家更期待的吧 那么得嘞 本周的摩尔每周看非常简短的新闻资讯部分 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真只是负责个人收集整理 顺带涂操一下 这周的新闻资讯量是真的少 但是我估计下周应该会大爆发一下吧 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 一起锁定频道 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战造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拜拜